因為我們可以發現大概每幾年就會有一個非常熱門的減肥養生產品會出來 像是前幾年它有一些防彈咖啡或是白咖啡 它們都號稱有一些油切的功能 那這幾年最流行的應該就是所謂的植物幹細胞產品了 細胞它是具有分化再生的功能 所以呢這顆蘋果它既然被咬了一口 居然沒有辦法再長回來 那它會有所謂幹細胞嗎 基本上這個定義它就不符合了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水果沒有幹細胞 那植物會有幹細胞嗎 植物呢它倒是真的有幹細胞喔 因為科學家已經證實了就是說 植物幹細胞呢存在於它的分生組織當中 你就想像說我們今天把植物一個樹枝摘了下來 你會發覺呢被摘的這個樹枝的這個部分它會冒出新芽 然後呢甚至這個被摘掉的這個樹枝我們把它種 種在土裡了之後呢它還是可以長成一棵一整棵完整的樹 所以就是科學家發現就是植物的幹細胞 它具有超驚人的這個再生能力 其實我們現在剛剛聽到一個關鍵詞叫做再生能力 現在大家都想著再生就可以象徵著我可能可以逆齡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要不然我就補充一些植物幹細胞 說不定說不定我就能撫平我的皺人 有逆齡的效果 那是這樣子的嗎 關於植物幹細胞呢它真的有很多的謠言 所以其實我們也發現就是網路上呢大概它有訴求的大概有幾種關於植物幹細胞的謠言 我也做了一個整理這樣子 比如說呢你看像我們這邊呢第一個點 在網路上有說啦植物幹細胞呢它可以延長壽命 對那為什麼它可以延長壽命呢 據網路的謠言說呢因為這個你想像阿里山神木 它可以長數百數千年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使用這一類的植物幹細胞呢 你就可以像神木一樣延年益壽長命百歲這樣子 並不吸引人啊並不想像神木一樣除非它 對第一個是呢就是你應該不會希望自己像長得像神木一樣 比如說長出了樹葉樹幹或者是這個表皮的這個樹皮組織 那再來就是當然你也不可能因為吃了一些植物的纖維素 那就延年益壽了這樣子 就是基本上可以打叉叉了對 那第二個點呢就是說 網路上也標榜說植物幹細胞它具有這個抗老美膚的效果這樣子 那因為呢也是源自於這個植物幹細胞具有這個很強的再生能力 它會刺激呢我們的皮膚再生 然後刺激我們的這個膠原蛋白的組織 真的嗎 那我們就來想想好了 你想想這個植物幹細胞 植物好了或一顆神木 它的膠原蛋白在哪裡呢 所以呢既然這個植物有呆呆的嗎 好像也沒有呆呆 它跟我們的皮膚差距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你要吃這個植物幹細胞去刺激你真 人類真皮層的這個膠原蛋白真身 基本上應該是有一段距離的這樣子 對 那另外呢這個第三個點 哇排除體內毒素這件事情 對大家現在都很流行海毒 對 那其實呢其實在植物裡面呢 它確實有很多好的這個纖維素啊營養素啊 或甚至就是果膠類的東西 它確實有可能可以達到這樣子的功效 所以呢這個點呢它確實是有可能達成 但是呢重點是說這個跟植物本身的營養成分 或是纖維素呢這個原理是比較相近 但是跟幹細胞基本上它應該是兩回事 對 好像是這樣要符合這個條件感覺是 我只要努力的多吃蔬菜水果 好像也會有一樣的效果 不用說到幹細胞 沒錯而且呢應該是比較省錢啦 對 因為現在打了幹細胞三個字 那個價格都翻上去了 對那第四個點就是說呢 這個健康窈條瘦準 沒錯就是 其實基本上呢就是在網路上也有謠傳說 植物幹細胞具有一個神奇的功能 就是說呢你只要少少的粉末 那混著水呢 然後呢這個植物幹細胞它就會瘋狂的膨脹 所以它就會長很大 那長很大你把它吃進去之後呢 到腸道它就可以增加你的飽足感 抑制食慾乃至於促進腸道蠕動 所以就可以達成這樣子的功效 是真的嗎 但事實上呢其實呢 這個應該不是幹細胞的功能啦 它其實應該是在我們比如說 像我們的水果裡 它其實有很豐富的果膠類的成分 那果膠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南融性纖維 那南融性纖維有個特徵就是它很會吸水 所以它吸水之後它其實就會膨脹 那膨脹之後呢它進入到你的腸道裡的時候呢 它當然就有可能抑制食慾 那另外果膠類的物質也被證實說 它可以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所以它當然就可以就是阻斷糖分吸收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果膠它存在在哪些水果裡頭啊 對所以其實果膠類呢 其實就在我們常見的 比如說像蘋果或是柳丁裡面 它其實果膠成分就是滿充足的這樣子 對 所以它是跟果膠 它的窈條瘦身可能是跟果膠有關 也並不是直接跟它的那個幹細胞相關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用這四點來反駁說 其實並沒有說植物幹細胞就可以讓你說 變得多美麗多苗條的效果 就是所謂的這個水果幹細胞這液體 如果以我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呢 它冠上這個幹細胞然後訴求這些功效 它或許有這些功能 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來自於這個幹細胞 我覺得它有可能是來自於廠商的巧思 或廠商的know-how而達成這些效果 其實我們有看了這個市面上銷售的這些 水果幹細胞的成分 那當中呢 其實有兩個物質呢 我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別小心的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 我有看到這個蘆薈的成分 那蘆薈這個東西呢 它裡面呢 其實還有一個所謂叫蘆薈乾的東西 那蘆薈乾這個東西呢 它經過腸道代謝 它會產生所謂的蘆薈大黃素 那其實它是一種蟹藥的成分 所以說如果你腸胃功能比較差 那如果你常常去使用這類產品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讓你腹瀉不止啊 然後造成你腸胃非常的不適 對那還有另外一個成分 我覺得也要特別小心的 叫做水肥劑這個東西 那這個水肥劑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是一個還蠻有名的保肝成分 那它對於肝臟的代謝解毒功能 是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呢 其實有一些人是不適合的 因為像比如說像我們這類產品 或甚至是其他的產品 它沒有經過所謂生殖毒性測試的時候呢 第一個孕婦不適合 那再來就是有蜜乳的人不適合 再來就是呢 這個小孩子不適合 對 那怎麼樣如果他們硬吃的話 因為你沒有經過這個生殖毒性的測試 我們它有可能呢 會造成所謂這個雞胎 比如說你肚子裡的baby 影響他的發育生長 或者是小孩子 影響這個小孩子的這個長大 生長發育的這個過程 對所以這是要特別小心的 那第二個點呢 是說如果你對植物性的東西 其實常常很容易會過敏的人的話呢 那你也要小心所謂這種呢 中草藥類的物質 因為它有可能會引起你體內 一些很強的過敏反應這樣子 那第三個點是說呢 其實這個水飛劑這個成分 有點類似類荷爾蒙的成分 對所以有一些比如說 像你有荷爾蒙這些疾病 比如說卵巢癌啊 子宮肌瘤的人 那確實呢你對這種產品 你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它有可能導致你這個病情的惡化 或者是呢 導致呢你病情呢 有一些不好的那個效果這樣子 對 那另外第四個就是說呢 水飛劑這個成分呢 它其實有可能會影響 所謂我們體內一個叫P450的代謝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它影響的關係是在於 就是說我們很多的藥物 它其實是需要經過這個肝臟酵素去代謝之後呢 它才可以產生的功效 P450是一種 其實我們P450是存在我們的這個肝臟裡 那另外就是 很多的藥物 必須經過它的代謝轉換之後 簡單的就是說呢 藥物啊經過它代謝轉換 吃了才有效 所以如果你在同時 又服用了這類市面上宣傳的產品之後呢 有可能會導致你原本服的藥 沒有了功效 那反而又倒是一些不良的效果 甚至產生一些毒素這樣子 對 所以是要特別小心的 所以我們這邊也看到了 這類產品 今天張伯主要跟我們講說 其實所謂的水果幹細胞的產品 它並不是因為裡面有幹細胞 但是它沒有幹細胞 也不是說它就完全不能吃 而是說你要看得懂這些成分在 到底是什麼功能 然後它有一些什麼效果 那可能會存在一些怎樣的風險 那其實大家如果可以學會聰明看一下 你產品後面的標籤 如果每一下你都可以看得懂 非常了解它的意思 然後清楚自己到底可不可以吃 那其實你可以嘗試一下也是無妨的嗎 這樣 對啊我覺得像這類產品 其實它會這麼的熱賣暢銷 那相關於這個廠商它訴求功效 可能有一些真的是 對特定的人它是真的有些幫助的 不然它不會賣得這麼好 所以一定會讓人很心動想試 但是就是我們要試著 就是真的去了解一下 適不適合自己 然後再去做這一類的嘗試這樣子 好的 那大家也要記得張伯的提醒自己 自己在選的產品也是要多一份小心 那今天非常謝謝張伯 那我們的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掰掰